众人谁也没想到 这个新科叹化 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与和尚叫上了朕 不禁都争主 挤在汉林市讲里的徐骏 巴不得和尚 动了无名火 当场咒死这个怪书上 略向前凑了凑 瞪大了眼睛瞧 坐在上手的张婷玉 见刘莫林横中杀出 又想让他出头搅一搅 又怕搅乱了道场 惹雍正生气 正想喝退刘莫林 一眼瞥见雍正也挤着看 便住了口 但这一来 他再也不便坐下了 因假作书赛起身 来夺制阶下观望 空灵见有人挑战 看了看上座的文觉 似乎想问该怎么办 文觉和尚 双手合掌 脸上毫无表情 说道 叹花居士 你可知 玉参三成 先断六根 六根不过就是眼耳鼻舌 身意罢了 刘莫林却不知文觉 是雍正替身 一审说道 这六样东西学生没有了 还留着一根辫子 和尚剃了光头 断了六根 学生竟形容不出 是什么了 和尚剃得光溜溜的头 再去掉眼耳鼻舌身意 确实不成模样 众人思量着 已是一片怯笑 文觉 自为皇帝替身僧 上至宰府 下至百辽 见了他 无不空背功身 敬礼有加 空灵 又是他专程到武华山 请来的 这个小小心科尽士 竟敢当众 也议 他脸上就有些下不来 因校尾空灵 大师 你密宗 不善谗语 我和尚 来请教一下 刘墨林居士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玉皇大帝 孙行者 诸天神仙 并七十二洞 魔王 刘墨林向众人 做了个怪脸 何时 盘膝坐下 请大和尚 下场玩玩 文觉也是一般 土皇之多 大红夹杀 徐步下街 与刘墨林 对面盘坐 他不同空灵 大约保养有数 杭梅白须 面色红润 颇有点 先锋道骨 他向刘墨林 略意点头合掌 居士 既知 预参三成 先去六根 敢问 如何是无言法 刘墨林 信口大道 怜密艳看 花并地 楼高怕剑 艳霜漆 众人中便 有人高声喝彩 哦 如何是 无耳法 修教枪敌 惊阳柳 未许吹枭 惹凤凰 如何是无笔法 兰草不战 王者气 宣花不变 女儿香 如何是无舍法 信我不曾 离黑玉 干清甚事 土清廉 如何是无身法 灌将不接 调西子 慢把横尘 学小灵 那么 如何是无意法呢 只为有情 成小节 却因无碍 到灵台 在文觉连珠炮时的质问下 刘墨林 左顾右盼 满不在乎 信口粘尸 对答如流 将佛家六根断法 揽之无虞 挥洒之间 真个风流倜傥 神采照人 雍正元 是满心 验赠这个 坏了朕名声的 炭花郎的 至此 竟大起 爱才之心 心下暗自颠队 此人是 东方慢欠之流 正胡思乱想呢 刘墨林笑道 大和尚 不必尴尬 方才说过 无非玩玩而已 我是聪明人 不和笨蛋 一般见识 更不和和尚斗法 胜之不武 爱之士卒 为天下修啊 红灵在旁 居然开幕 眼中惊盈闪烁 盯视着刘墨林问道 居士 好狂放 何见得居士聪明 何见得 何生笨蛋呢 他见文爵 胜不了刘墨林 出来助阵 刘墨林说道 大和尚 你读过传灯路吗 昔日 五祖 红人 以袈裟 渡士 五百弟子 必则一顿汉 流传佛法 所以 金莲法界 不是聪明人 插足之地 什么叫顿汉 笨蛋也 说吧 哈哈大笑 空灵顿时勃然大怒 脸上一会儿青 一会儿黄 一会儿血红 何掌念念有词 却是六字真言 眼睛直叮叮的 看着刘墨林 刘墨林原先还是笑 笑着 突然变了脸色 仿佛全身的血 都被一下子抽干了 惨白的脸 伸吟一声 颓然倒下 一动不动 众人历时大谎 王文手 尹纪善 等几个童年进士 一拥而上 腹脉相 触鼻息 掐人钟 腹叶流墨林时 哪里还有一丝火气 众人顿时乱成一团 隐记善变骂 妖僧 这是出家人的行径吗 王文手喊道 请天子剑 斩了他这秃驴 张婷玉几步 赶到雍正面前 跪了叩头 陈青智 空灵和尚 竟敢在天阙之下 妄行妖术 服毒朝廷令官 罪在不赦 当发顺天府 严居众储 这时人们 还晓得 皇帝早已经来了 哭得贵了一片 雍正走到昏厥的 刘墨林身边 看了看了 向明目端坐的空灵问他 是你 做法致死了他 阿弥陀佛 空灵眼皮也不抬 何掌打扰 刘居士 亵渎三宝 自取最利 与贫僧 无干 雍正冷冰冰一笑 亵渎三宝 罪不致死罢 你刑法 致他死地 已经处了国法 杀人抵命 你晓得吗 空灵 开眼看了看雍正 玩耳一笑 听凭人主发落 好大喊 来人呐 架起游顶 砸了这臭皮囊 砸 几个太监 忙不迭答应了一声 一时 却也无从 寻得能砸人的游顶 末了 还是运膳房 送来了一口 杀猪用的大锅 用几个十吨 直 下面 架柴 咽腾腾烧起 只清客间 便清烟缭绕 油花泛起 伴着 锅下 避避啵啵 抱着火花的响声 吓得一众人等 没有一个不是面如吐色 张亭玉眼见雍正 要发令杀人 惨白的脸扑通一声 双膝贵力 说道 万岁 奴才 要奸却 嗯 嗯 国家 已如道治天下 万岁 重佛信道 招僧入宫 齐攘 臣 原本不赞同 万岁 原也知道 但万岁 本为太后 道福求寿 乃是 尽孝道 所以臣 不能不免从军命 嗯 还有什么 妖僧刑法 致死朝廷命官 已经出了大清律 第32款 第14项 应教有私衙门 依律治罪 万岁 不应以非刑处置 使天下后世 无所遵循 他话虽不多 两条 却都很有道理 原本就不该在宫中 鼓刀这些事情 犯了罪 更应该交刑部 暗律处置 这样当众油炸了空灵 难免 要招来更多的讥讽 非议 雍正沉吟着 正要说话 空灵已经起身 绕着沸腾的油锅 转了一刀 文决大师 你禅宗门礼 以寂灭为本 经得这炸果子锅吗 文决亦是慌乱的六神无主 见空灵物资神色自若的 要与自己辩论宗法门派 因和掌急急说道 大和掌已经造罪 酸臣吃世门三界 你已经犯戒入了轮回 还不快就起流叹化 这点子反火 未必炸得了贫僧 倒是你说的臣字 贫僧确实犯戒了 空灵说着 将胳膊伸进了油中 众人都惊争了 几十个人鸦雀无声盯着空灵 只见他口中喃喃涌惊 两手在肺油中轻轻划着 捞摸着什么 舒然间从锅中双手 擎出一株碧绿绿 脆生生 连夜带根的莲花 雍正一看得目乱神迷 大张着口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空灵微笑着 擎着莲花说道 若不能火中取青莲 佛法僧有何可报啊 这是人主策的 谢赏了 雍正脸色苍白 聂如良久 忙合掌棘手 大师真是活佛 朕为试探大师法力 不得已出此下策 请活佛 广施慈悲 这刘莫林 原是有用之菜 哈哈哈哈 这又何难 取异于清水来 早有小太监 非也是的跑去 用玉碗盛了满满一碗清水 端来递给空灵 空灵将清莲纳入杯中 举步而涌 乃是 恩妈咪北美红 反复念勇几遍 然后喝口水 向刘莫林头上 扑的一盆 口中说鸡 莫莫莫要沉 碳瓜也非假 和尚也非真 使得灵台路 但平一点心多 疏子缩头去 避过 谋而寻 幼父合掌念诵 六字真言 那刘莫林 一起缓缓坐起 仿佛刚刚睡醒似的 由着眼 迷离乎乎的问道 哎呀 我这是怎么了 一时众人方回过颜色 各自暗地 输了一口气 雍正因含笑道 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大师把你请回来了 还不肯 归依我佛吗 刘莫林这才认清是雍正 一翻身 扑倒便叩头 口中却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佛门有什么能带欲夺 臣今早急着进宫 没吃饭 素来体质又弱 太阳底下晒着 不觉就昏了过去 臣是圣人门徒 誓死不归世家 雍正见他倔强不服 倒也欣赏 你还想再尝尝六字真言的厉害吗 什么六字真言 刘莫林转脸冲空灵笑道 我就听你说 俺把你哄 众人历时哄堂大笑 连空灵文诀也忍俊不止笑的前仰后合 雍正捧腹肃笑的连连咳嗽 哎呀 好 好啊 这才是真明事 明儿你到军机处当差 帮着转送奏章 起草诏书吧 于是自即日起 刘莫林 便交卸了汉林院编修差事 进入军机处 料理文书事宜 雍正也喜他滑稽多志 无书不同 时时召见顾问 偶尔侠时 常带着方包 马骑 龙科多和刘莫林 或下棋 或论诗 或垂调 或书画 畅春园 飞放驳 南海子 万寿山等圣迹 无处不去 刘莫林 自打猎起 全副精神 小心伺候 恰此时 年灯谣 将西征行园 由甘州 移防西宁 军务繁杂 兵部 护部 和行园直奏的折骗 每日都有十几件 都有允祥 允提何意了 加上折骗 由刘莫林 送养金殿 或资问张婷玉 雍正又不单繁聚 每折必看 因此刘莫林 竟是脚步点地的周旋 与皇帝 宰相和王爷之间 六部里 人眼对见 眼瞧着 这是一颗 即将跃起的新贵 哪个不要 仙荣地步 因无论当职下职 刘莫林身边 总围着一群 中不溜的官员 请安的 回室的 造访的 致谢的 什么样的全有 终日众星捧月 就来区风 刘莫林 虽觉劳累 却也惬意 但只苏顺清 未托见及 事关关真 又防着徐俊 一等人 攀腰 一时不敢办理婚事 看看五月已至 夏日 交阳见智 这五月 又称 独月 百事 多有禁忌 京师各寺院 观庙 给施主 弹月 送书 坟表 宫中民间 铺床晒洗 拆换账漫被录 贴天师服 挂中奎图 做摄香荷包 浸熊黄酒 蒸角素 至普箭 旁边 采白草 至柳叶茶 逢长寿县 买碧温丹的 人人忙的团团转 刘莫林 虽不信这些个 自内日事后 也有些心仗 见家仆们 折腾这些个 只一笑也不理会 待到初五这一日 刘莫林 启明星 刚启 便穿衣上筹了 昨晚 接年耕辽军报 要五万套加衣 为西征军事耕装 因户部的人 都退职了 没有来得及办理 按雍正言指 已经误了时辰了 所以 早点去 把文书渣子 补办停的 置西华门地牌子 听说张廷玉刚刚进去 刘莫林才输了一口气 徐步进军机房写票逆 这是片刻就能办好的事 刘莫林写完 叫军机处当职苏拉太监 诉讼护部 便见养心殿太监 高吴庸进来笑道 刘大人 皇上叫你进去 叫我 刘莫林一争 忙起身 答应了一声 是 是 丹叫我吗 还有十三爷 十四爷 别的王爷背了背子 不是我传的 我不晓得 皇上今儿 要赐验百官 在广生楼贴字画 比谁的字好 还有赏呢 刘莫林这才放心 跟着高吴庸进来 早见张庭玉立在养心殿 檐下招手 刘莫林忙进前请安 皇上已经起来了 张庭玉看上去 很高兴 皇上起来半个时辰了 今儿是正经节 要先去青安殿 天坛 天穹殿 中翠宫 建福宫 碾香 然后在广生楼赐验 庆贝子 宝贝勒 扶贝勒三位 二位爷陪嫁 这会儿 祭祀去了 其余亲王贝子贝勒 已经着人去船了 在广生楼后驾 刘莫林听着 不得要领 试探着问道 张中堂 我是奉旨进来的 不知万岁 赵剑有什么差事 能给透个风吗 张庭玉笑了 万岁写了几幅条幅 要世兄挑一幅好的 广生楼 今儿张着几百幅字 一概不署名 万岁爷的也不署名 叫群臣比较哪幅最好 广生楼张贴字画的差事你办 世兄可不能扫了万岁爷的兴 刘莫林顿时愣在当地 雍正的字写的是没得书 但几百幅字一律不署名 雍正的字混在中间 谁能保得定一定能得榜首啊 万一落网 获在二三名 那得投名的又何以自处呢 想着 刘莫林已是头上渗出戏汗 但他毕竟心思灵动 思量一阵子已有了主意 笑道 上书房和六部九卿 都是常见万岁的字的 不消说的 就怕下边一些人不知祈祷 心口胡平 这件事我思量 在纸上做记号 或另外张到醒目处 断乎不可 只有将万岁写的句子递出去 下头知道主子写的是什么 就好办了 这种事啊 只好找个太监去传递 且要快 张婷玉低头想想 也只好如此 那就高无庸办吧 我是想啊 众口一词才好 众口一词都选定万岁的字 显见的咱们做了手脚 也不好 倒是有几个倒霉蛋 加七加八的平易起来 反见的真 况且都晓得里头有主子的墨宝 不至于信口雌黄的 说着 三人便进殿了 果剑里边 长条香龙乌木岸上 排着十几幅宣旨自画 却都是唐诗选句选词 有几个倒霉蛋 有几个倒霉蛋 我 有几个倒霉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